到了一个境界 所以他 忽然间 就见到自身到一海边 起嘴永沸 那么就是那个水 就是热的 所以永沸 一般来讲 像飞河地狱 那个水就是废物 多猪恶兽 那有很多的 这一些野兽 那么都是会吃人的 所以叫恶兽 敬父铁生 铁狗铁牛铁马铁什么 飞走海上 东西持主 见猪男子女人 现在在讲地狱的情况 百千万树 出没海中 被诸恶寿 争取实弹 又见夜叉 夜叉就是要叉 通常佛教里面 有关于这个 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阿修罗 一个是夜叉 一个是罗刹 就是有关于这种非人 那么比较 比较属于恶的 那通常 只三种 我们比较常见 夜叉 或是药叉 像药师果的十二药叉 那夜叉基本上 在三种里面还算比较好 一种叫做阿修罗 一种叫做罗刹 罗刹是比较不好 罗刹通常就比较会害 夜叉基本上 比较不会 会比较帮助人 那阿修罗是跟天比较近的 一般叫做有公务的 很会做善事 也很发心 但烦恼也很大 脾气也很大 好的时候就很好 不好的时候 那么就很不好 类似像这样 很愿意做善事 但是你只要惹恼他 他不但不做善事 还会跟你争输 那么这种很容易做阿修罗 就是脾气不好 但是还比较有善心 那夜叉的话 基本上就是 有一些事 就是他也持见 但通常就是比较执着 那么比较容易饥饿无丑 那罗叉的话 罗叉在伯法里面就是 通常是比较不好的 比较会害的 夜叉跟阿修罗 夜叉比较不会 那这里 这里是用夜叉的形状 像四天王底下 那些天兵天将 都是夜叉 那道立天主就是夜叉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那个四大天王都是 统领就是夜叉这样 那讲夜叉好像比较难听 讲要叉就比较好听 那因为要 因为十二大院里面 药师傅里面十二要叉 听起来就好像 其实是一样的 翻译的问题 那这里是用夜叉的形象 其形象各异 就是很多种 不同形状的夜叉 过多手都演 多足多头 那么口牙外出 利刃明见 那通常印度的这种神像 比较表现威德的 或是比较降服这些 妖魔鬼怪 通常都是 比较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后来我们受了密教的影响 因为密教的神 很多都是这种夜叉 那印度的这种犯天神 或是匹斯奴 要不就三个眼睛 要不就六个手臂 四个手臂 三个头 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后来这些都变成 所谓我们的菩萨 像很有名的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 四臂六臂观音 准提菩萨 那个多手多脚 在大圣佛法里面 在大圣佛法里面 菩萨就是一般的人 但是在密法里面 这些大菩萨都不是的三头六臂 都不是一般正常人 但是在大圣佛法里面的菩萨 基本上就是一般人 就是比如说三十二相 或婆罗门 或长者女 或差地利 或居士 或居士生 或婆罗门生 或差地利生 或士农工生 其实是这样的 形状只有这样不一样 后来慢慢我们受密教的影响 开始菩萨 就是三头六臂 眼睛也多 手也多 脚也多 其实这种像是 以前婆罗门的神像 但是后来我们就慢慢受影响 就变成菩萨 就是要跟人长得不一样 其实不是的 菩萨跟人唯一的不一样 就是有发菩提心 跟没发菩提心 差别而已 只要有发菩提心 就叫做菩萨 那么大菩萨就是 有神通力 有智慧 跟一般人不一样 其他的长相是一样 好 这个讲到菩萨的不一样 不过大圣佛法 即使在我们浅教里面的 大圣佛法的菩萨 还是跟人一样 还是跟人一样 只有到密教的时候 那个菩萨的像 才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那种 牵手牵眼 还是准提菩萨 那种像基本上 都是密教里面的菩萨的像 显教里面 或是我们的大圣佛法里面的 秘密大圣才有这些 大圣佛法里面的菩萨像 其实都是正常人 那后来我们就误会了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手啊 脚啊 头啊 眼啊 跟人不一样 才叫做大菩萨 不对 这个是错误的说法 菩萨 菩萨的差别在于 他的慈悲跟智慧 超越一般的人 不是他的手跟脚 不是这些 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好 那他这里讲到 这个 不过大圣佛法后来 这些鬼王啊 这些什么王都是菩萨 那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多守多眼 多足多头 口牙外出 利刃如鉴 这刚刚用想的 想起来就很恐怖了 驱诸罪人 死尽恶寿 父治伯爵 就是他把赶这些 有罪的人 那么 让他接近这个恶寿 让他去 被他吃就是了 父治伯爵 伯爵就是 那么 这个恶寿 会去抓这个猎人 抓这个 不是 抓这个罪人 伯爵 伯就是打 伯己 那么去 去伯取这个猎物 取就是 爵就是取 那么 土足相救 那 让他去吃这个人 那么 其行万类 就非常多 不敢 久事 就是这个 婆罗门女记看 哇 这么多 看了 有一点点 触目惊心 所以不敢久事 这个都是形容 形容 其实人在 其实人在 人在受 要受苦 假设你要多恶道的话 他会有两种情形 一种就是不好的相 一种是好的相 他不一定不好的相 有时候会献好的相 那献好的相 是跟你的烦恼相对的 比如说 比如说你的贪心重 欲贪重 淫欲心重 他就会献美女 刚好是你喜欢那个型 那么你就会走过去 走过去就进入 鱼胎马虎了 或是进入地狱了 就同床铁柱了 你就会抱着他 抱着他 一发现 怎么是同床 摸不开 就进入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他会献不好的相 但是你会让他害怕 你会往那边跑 结果一跑就掉进去 也会这样 所以这个还要看人 也像有时候献不一样 那有些会献好的相 有些会献不好的相 那多数是献不好的相 但是有时候 会跟你的烦恼相 你会献好的相 那这个也很难讲 就好像有时候 会献你已往生的亲人 来带你去 但是那个时候 不一定是你真正的亲人 但是他会 但是这些相 都跟你的业相应 你的心 你的业 你的缘相应 其实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善业多的话 那么你其实 你是不用担心 你善业多 他不容易跟你相应 那么因为你的善业多 你的善心多 你偶尔起个不好的心 影响也不大 所以你一般 如果你平常就是 修善 修心 修戒 修身 修心 修戒 修善 那么就算你 灵命中 起不好的心 他影响也不大 那就是在你善恶都不定的话 你善业的力量没有强 那么你灵命中 起那个念 就会变成决定念 那如果你平常 就有很多善业 常常都是行善 布施 五戒 八观灾戒 就算灵命中起称 任心也不会堕落的 因为灵命中的业力 没有办法做决定 灵命中的业力能做决定 那个念力能做决定 是因为你没有重跟 谁重 谁起 谁念 你的重业没有 你的习惯也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 才念力做决定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有一些人 就是这样 平常也没做什么 好跟不好 那也没有什么 特别良好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 所以那个灵命中 那个念 就变成决定力 所以那个时候 这种忍住念 就特别有效 那其他的 如果是佛教徒的话 那么如果你学佛 已经一段期间 那么他通常 他通常都是 养成 养成那种习惯 念佛念法 念生的习惯 或是你就是 布施慈见 那种习惯 那么通常 就算你灵命中 起了承认心 或是起了烦恼 起了无名 他也不会成为 决定力量 所以 你不用担心 哇糟糕了 我往生 没有人帮我 祝念怎么办 那要多盖几条 往生背 没有 我告诉你不用 真的不用 通常我们只要 努力好好把握 那么就这一生 你什么时候会走 不知道 但是你走了 不会到不好的地方 你一定知道 你有信心 苏东坡就是这样 他跟他的儿子讲 他一生流离颠沛 他很有才华 但是他学火学忍 但是他都没有抱怨 几次被流放 流放到海南岛 流放到广东 但是他都没有抱怨 他很随眼 到要走的时候 到要走的时候 跟他说 我虽然不知道 我会去哪一个地方 但是我一定不会 不会到不好的地方去 那我们学果的 要有这种信心 就是说 虽然偶尔 我们也不可能 都没有不好的事 老实讲 一个人一生中 不可能都没有 没有起过坏念头 没有做过坏事 一定有的 不可能没有 但是 就跟我们的善业来比的话 因为就算你过去 有做很多不好的事 像阿哲世王 又杀父 那么又帮助提伯达多 破荷和生 哇拜托 这个最多奏 但是他最后 将功赎罪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家流投影 六群比丘 那种很捣乱的 人家最后有证阿罗爱 所以这种 我们其实从学佛之后 学佛以前固然 我们会做一些不好的业 那学佛之后 也还是会 但是会减少 但是渐渐渐渐 那种不好的业 就越来越少 善业我们会很努力去做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的善业 都会比二业多 我们要有信心 那你在里面中的时候 如果还能够意念善业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真善 气是这样 如果万一不能呢 你还是会因你的善业 跟习惯 去到好的地方 所以不用太担心 你家里不用准备 往生背 没关系 真的 你只要 你只要在你 学佛的时候 努力做就好 那时常念佛 念法念生就好 那这个就是养成一个习惯 所以不用担心 那很多人很担心 然后常常要 要死后 要人家去帮他祝念 不然他就不安心 然后要死后 子孙帮他做什么 做什么超度 要请几个法师 来拜什么 做三十纪念 拜良王宝串 生病死的 还要拜药师餐 我告诉你不用 真的不用 你要有信心 学佛的人 哪里是要去做这些 真的不需要 你活着的时候好好做 胜过你死的时候 做很多 真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这个时候 婆罗门女以念佛立固 自然无惧 当你心中有佛的时候 不管你是念佛念法念生 都可以 甚至你念诗念戒念天 也可以 就是你心里会害怕的时候 这个是佛教的 通常是六念 就是内心有恐惧的时候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师 念见 念天 其实都可以 念天人也可以 像 像这个 品博搜罗网 品博搜罗网 最后要往生的时候 品博搜罗网不是被他的儿子阿泽斯王关起来 后来 韦提西 这个记者在绿点里面有记者 宽如阳术就是绿点的这个记者在扩大说明 那么 韦提西把那个蜜涂在身上 把那个果汁放在那个手势里面给他吃 所以他天天过得很好 后来 阿泽斯王知道 很生气 就规定 也把他的母后也关起来 然后 把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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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博搜罗网的那个脚筋 都把它弄断 让他连走都不能走 那后来 他就 他就意念 因为他 其实你看他 他父子 父子佛教很大力 我们都没有供养过一个阿罗汉 很难说 尤其有 但是你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 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你看品博说 供养过多少 竹林金色 最初的1250个 他都供养过 而且供养不是一次两次 竹林金色他还有 他还有帮忙盖 所以你看他那个功德多大 但是最后他也是有这种果报 但是他也不埋怨 但是他念佛 佛就派 派这个谁 派这个 物件人 然后去跟他讲 那个时候他很饿 因为 他都让人家不能再进去的 他也不能出来 脚筋都被他条断 以这个历典里面来说的 然后 他后来就很苦 然后 佛就派穆建连去 因为那个时候很饿 那个时候 秦罗他淡念饮食 就非常饿嘛 都没得吃嘛 他那又很苦 然后 穆建连就说 那个叫他念天 念天 世王天 他就跟他讲 世王天有很好的饮食 有美食 那因为 因为平伯说网做了很大的善业 你看他供养过那么多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 供养过福 那所以他其实有很大的福报 但是他虽然有这么大的福报 他的医院成熟了 他也不能不受报 他不能说 我那么大的福报 将功赎罪 没有 罪就罪 功就功 那么他的医院成熟了 他依然受报 佛也没办法 你说那我赶快念佛灭罪 没有办法 他也要受报 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功德力 他受报 他也不会很埋怨 也不会说 我为你做那么多 我供养你生团 那怎么 我现在正苦的时候 你不能露灭我的苦 他不会这么想 有正天的人不会这么想 那么后来他就念四王天 那么因为他就念四王天 后来他就死了之后 就升到四王天 做匹撒门天王 四王天北边的 叫匹撒门天王 匹撒门天王的儿子 就升到做匹撒门天王的儿子 叫做 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他有一个名字 那么圣仙的样子 还是什么 我忘了就忘了 就是做匹撒门天王的儿子 他最后就是念天 那么你可以念戒 念诗 念你的功德 念你的布施 那通常一个人往生 你要让他意念他的善 他持戒 他受菩萨戒 他吃素 他皈依三宝 他供养过人 他帮助过 如果他不是佛教徒 也没关系 他一生勤俭持家 养育儿女 然后帮助穷人 你不要在 你不要穿在往生的时候 死或他哪里不对 那不好 那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有了几个 第一个就是要临命中之前 告诉他 他做了哪些好事 要提醒他 第二个就是 他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 让他放下 比如说他的孙女还没结婚 他的儿子没人照顾 他的谁怎样 告诉他 我们会帮你照顾他怎么样 让他放不下的东西放下 让他提不起来的善念提起来 然后如果可以 你告诉他 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方向去哪里去哪里 比如说你要去往生极乐世界 或是你要发愿 再来人间行菩萨道 或是你要升天 你告诉他一个方法 然后告诉他一个目标 其实他就几个重点 就是说假设 你要去跟人家讲 或是说 刚好有谁 你家的猫跟狗也可以 你就这样跟他讲 你这一辈子做猫 做狗 你要往生 但是你虽然做猫 但是你很有人性 所以你应该要发愿 再来做人 那么做人的时候 归一三宝 学佛修行 要脱离这个畜生道 那大部分的猫狗 只会在想到做猫 你家的猫跟狗 真的 那你要告诉他 你要脱离这个畜生道 那你这一生 能够在这里 那么跟我 有一个缘 那么我是学佛的 所以你跟法医又缘 那你以后要再来 发愿要来做人 我们一起学佛 你告诉他 真的 那这样的话 他基本上 基本上 不然如果你的猫 跟你的感情很深 他会说 我下辈子 还要来做你家的猫 那不好 不好 我告诉你 真的哦 会这样 那不好 所以通常 通常 我们要知道 就是让他提醒 那个善念 那人的话 通常就是 让他往生净土 或让他升天也可以 那如果他 有发愿的话 让他发愿 再来人间 身在正见之间 如果是我的话 通常 那你要发愿 那么 回来的时候 身在正见之间 那么 归于学佛 在家出教都没关系 归于学佛 那么依佛法修行 你可以得到利益 也可以利益 你想利益的人 其实这样 那基本上 就几个重点 其实也不难 告诉他 告诉他 他的善行 让他提起 正念跟善念 他做过的善事 一个人 一定有好的善事 可以做 就算恶贯满盈的人 都有 有些人 对别人不好 但是他很孝顺 就提他这一点 欧塞尔益气 反正就是 他一定有 可以说的地方 然后 第二个就是 他特别执着放不下的 一定要让他放下 很多人 有时候 一生中 很多执着 很多执着 放不下儿女 放不下 放不下 这个自己的身体 或放不下 这个亲戚 放不下财产 放不下房子 很多放不下 甚至有些人 放不下 他家的猫跟狗 就太多了 一定要放下 因为 你再怎么样放不下 你也带不走 那倒不如放下 你未来 你未来可以 当你有力量的时候 你才能够 帮助 你放不下的 这些人 你自己没有力量 你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你第一个 要让自己有力量 那当自己有力量 就是你现在的心 要有力量 然后你未来 去到那个地方 可以让你增长力量 这个就是重点 在这里 那你只要从这个角度 去跟他们讲 通常 如果他能够听得进去 因为还要跟你跟你有缘没缘 你能不能讲 他能够听得进去 那么他有了这个心 通常 通常对他都有帮助 那如果他 他再来做人的时候 他有那个怨 那么基本上 那个怨为大 如果他的恶业不太重的话 那么通常都可以以怨 怨力要大过怨力 就是这样 那你心力 怨是兼顾不退的心 叫做怨 气是这样 所以常常要发怨 就是这样 那平伯说的我 他就是念天 念师念剑 念你的善法 念你的善法 念你所持的剑 基本上都有力量 都有力量 然后念佛 念法 念身 念菩萨身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弥勒菩萨 大四字菩萨 那也可以 念舍利佛 穆建年 妇罗那 都可以 念身 然后念法 念法也可以 像这个 苏东坡的那个 妾昭云的样子 叫王昭云 那叫什么昭云 他要走的时候 念金刚金六如金 一切也有为法 如梦梦报应 如路如天 兵作如士官 走了 念法 这个也很厉害 念法 念法 就念法 那官无运无我 四处想情世无我 生死无常 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你也蛮激进 就念这个 那也可以 你很有力量 我告诉你 真的 那念佛 念佛 也可以 释迦佛 要师佛 释迦摩尼佛 绝华定自在 王如我 绝华定自在 王如来 要师佛 师子奋信如来 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只要就是 你的心专注 那么这一些 都代表 向上 向上 向解脱的力量 你就提升 这个时候 你的心 有正念 有正念 而且 他的念 是有力量 那么他就会 跟你过去的 善业结合 因为 所有的功德 都从心生出来 你的心 过去 有累积一些功德 当你这个 正念起 善念起的时候 他就跟过去 这些因缘相应 如果二念起 就跟那些 二月相应 那当然就 二月比较重 所以他重点在 你平常的心 你灵命中的心 要平常 就训练 平常训练不够 你灵命中要加强 灵命中没办法了 到中阴生 才在加强 中阴生过了就没有 那不一定有中阴生 他基本上就几个阶段 就是活着的时候 平常的时候 平常 然后重病的时候 平常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 那重病啊 重病到迷流啦 灵命中啦 要意思清楚哦 意思不清楚 就还不一定 那么迷流的时候 灵命中啦 然后灵命中 命中啦 命中 他如果有中阴生的话 就在中阴生这个阶段 做最后的救度 那么最厉害的 最有力量的是平常 平常 几分就几分 然后重病的时候 其实不容易 重病的时候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能够提起灭 那要很强的力量 要平常有力量 再不行啊 迷流的时候 那个也不容易 但是你能够提起来 一分也是汗 再不行啊 已经命中了 这个时候还没投胎 还没投胎之前 中阴生的阶段 如果已经投胎 那就无际于事了 那通常国法就在这几个部分 那现在我们都种在这个部分 不对 那有些种在这个部分也不对 种在这个部分也不对 要种在这个部分 这个才是根本啊 但是 但是 这个都重视 这个重视了 那么重病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你有的时候也不用担心 你也不会有中阴生 就算有中阴生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他是随着业力 的一切都是一业 这个我们要知道 好 再往底下看 那么他说 以念佛力固 自然无惧 那你当你心中念佛的时候 你当然就不会害怕 你念鬼的时候就会害怕 像有一些人 念地藏经 念一念 他就害怕了 为什么 念到地狱品中 什么鬼什么鬼 什么地狱 他就害怕 那你怎么前面 那么多菩萨 你怎么不想 你看最前面这一边 你看最前面 这个一切菩萨皆来几位 还有大圆满光明云 大慈悲光明云 大慈悲光明云 那你念这些 有四王天道立天 你念这些怎么不害怕 那念到鬼的时候 就觉得 在家不能念地藏经 不然会很多鬼 那 那是因为你执着这个东西 那前面也有天啊 那你怎么不说 你怎么不说 念地藏经的时候 会有很多天人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你执着的问题 你的心执着哪里 你的缘就在那里 那其实他没有 他只是在说明 那种状态而已 但是我们就很容易 认为念鬼 鬼就会来 那这样 如果是这样 太好 我念鬼就来 那也没有这样子 好 那其实是这样 念佛你就跟佛相应 心就跟佛相应 会有那种佛相线 念鬼你就跟鬼相应 会有那种鬼 鬼的相线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他自然无惧 当你念佛的时候 不会害怕 就害怕的时候 你就念这个 念佛念法 念身念师 念见念天 这个是佛教 你自然就不会害怕 那有一个鬼王 明曰五朵 那通常 通常在大圣佛法里面 大菩萨基本上 不在三二道 但是有一些菩萨 比较慈悲 也会在 也会在三二道里面 引导众生 也有这样子 但如果从夜报理论来讲 那么这些大菩萨 他基本上是不会 不会剁三二道 那就好像 每一尊佛都修起那么圆满 怎么会在五卓二世成佛呢 照理讲 不应该在五卓二世成佛 但是他的悲怨就不一定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会说 那一切佛的国土都亲近 为什么释迦佛的国土不亲近 难道是释迦佛的心不亲近吗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那多数 多数的大圣经典 菩萨基本上 都不在三二道 但是有一些大圣经典 会在三二道 也有一些菩萨 所以地藏经 讲很多鬼王 其实都是菩萨四宪 那后来有很多 就是都这么说 那越后期的大圣经典 那比较会这么说 好 我们底下看 他这个鬼王 名字叫做五毒 就是没有烦恼的 那么五毒基本上 就是一种殊胜的功德 起手来也 就鼎礼 然后来迎接 迎接这个婆罗门女 那白圣女约 善哉途上 那很明显 我们说 这个婆罗门女 他在绝华定 自在往时代 做婆罗门女 他的前身是什么 狮子奋训 狮子奋训 自在如来 他那个已经修 从狮子奋训 到绝华定 已经修很久了 已经修过很多 所以 他这个功德 是很殊胜的 所以他是狮子奋训 具足万恨如来的时候 那么修行的 那他这个时候 是长者子 那看到佛的像 然后想说 怎么这么庄严 到底是怎么修的 那那个狮子奋训 跟他讲 你要杜托一切众生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 医院修行 其实是这样 所以人家已经修 很长远 很长远的这个修行 所以你看他前面说 经过百间一奈 由他不可缩减 然后又过 不可施以阿僧其解 才到绝华定 这样 你看他这个修多久了 已经具足多少功德 所以基本上 才会让这种 伟王菩萨看到他 因为一个人的功德 那么一般人 功德有那种 夜有那个夜像 其实看得见的 那像每一个人都有光明 智慧的光明 跟福报的光不一样 但是如果有力量的人 那么基本上 他是可以看得见 那如果有三二道 的夜 他有那种黑光 他也知道 那一般的鬼 他也可以分辨得出来 那通常 通常像修行 修这么多 就修了无量解 如果一对当心来讲 他不是修一解两解 修那么多 单单每一生一世的 布施 直接忍入精进 那就已经修过非常多了 那么这些累积起来 都是一种很大的力量 好 那我们也不要认为说 那只有我们最长 没有 其实我们也都是 累结修行 真的 我们都是累结修行 那过去都是像 婆罗门女这样 或是长者子这样 那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但是你能够做的 能够学佛 哪能够有证件 我告诉你 这都不是一佛 二佛 三四佛 无众善根的 真的 就刚刚讲的 确实是这样 我以前都认为 这个是鼓励人的话 后来我发现 这个不是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 不宜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无众善根 我们跟这个婆罗门女 其实是一样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但是实时要努力就是了 这个时候 他讲 善哉普赏 就称赞他 让这个鬼王 能够这么样的恭敬他 那基本上 他本身有一大 很大的力量 你看那个徐云老子上 要去哪里之前 那个土地公 先来迎接 你看他还没来 人家就知道了 先来迎接他 那徐云老子上说 我休闲不好 就还会让人家知道 你看 那个很厉害 你看那个阴光大师 有一次住的地方很多跳蚤 他就说我修行不好 感到这么跳蚤 感到这么多跳蚤 我修行不好 惭愧 这个跳蚤听他这样讲 连夜搬家 你看那个人家 那个修行的力量 你看广青老二上 那个修行到 那个老虎听他看门 猴子知道他没着吃 去摘水果来给他吃 那这种都是说 你的那个力量 你那个力量 那自动得众鬼神轻 道高龙虎虎 那通常自然会这样 那个鬼王看到这个婆能门 这个婆能门不是普通人 你看从狮子 狮子奋训 巨竹万人乳 到绝华定 就这样 黄乳 这个中间经过 多少时间的修行 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节两节 你看释迦佛就好 释迦佛 那个罪向 他手伸出来 那个罪向说 那个慈悲心修很久 才有办法这样 那 他是从 如果从大圣佛法来讲 他是从南登佛 就得无声发的 一直到迦瑟佛 南登佛到迦瑟佛 中间四十几均佛 修那么久了 你不要以为 他就在普提树下 几天就成佛 没有这中间 长久的修行 那也许我们在南登佛时代 就开始修 也很难说 但是我们没有释迦佛 这么亲近 只是这样而已 也许 应该我们在释迦佛 在印度的时候 已经自佛地址 也很难说 但是就算 你在释迦佛时代 自佛地址 也才2000多年 人家是经过二十几均佛 但是也很难讲 也许我们在南登佛的时代 也曾经修读过 但是大家不要认为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可能的 我后来非常相信 每一个具有正见的 那么对佛法很有信心的人 都不是一佛 二佛 三四佛 我们众三根 金刚经讲说 你有拨人 就是你有正见正信 因为我发现 要有正见正信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很多人还是迷信的 但是 很多众生做不了人 做的人 做的人不容易学乎 不容易信三宝 信了三宝 不容易有正信 有了正信 不容易修学 但是你真正有正信 你一定会修行 你有正信 你就一定会修行 但是修行会停顿 会懒惰懈怠放逆 但当你有正见的时候 你都是经过很多尊 真的 这个我非常深信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 但你还没有不退转以前 你都不可以轻易的懈怠 那到底呢 你正见 正见真上完全建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你才知道 你正见完全确立 就是逆进来的时候 你虽然会起烦恼 但很容易降伏 你在怎么样 在怎么样不好的状态 你都不会违背 你都不会违背自己 从佛法中得到的信仰 跟力量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你大概有正见确立 真的 因为你不会退转 即使在这么艰困的状态下 你都能够坚持你的信仰 坚持你从佛法中 你觉得就是要这样做 你能够坚持 这个奴家的孔子叫做什么 照赤必于世 颠沛必于世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因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人道 那佛法的中心思想也是道 慈悲跟智慧 照赤必于世 君就是佛子无忠实之间 为于什么 为戒定位 照赤必于世 颠沛必于世 在很急满 很急满 很充满的时候 那个时候容易失正面 你不会 即使幼默这么大 即使痛苦这么深 我也坚持违反戒律 我也坚持要依慈悲跟智慧 我告诉你 你能够这样 即使是一次 都很不简单 所以因为他坚持这样 所以他绝对不会多三二道 那这个时候 即使你在很痛苦的时候 你也不会为了 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什么呀 而去损害别人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佛子无忠实之间为大 照赤必于世 很急满 容易失正面的时候 你都不会 颠沛必于世 颠沛流灵 痛苦的时候 你也不会这样 在非常苦 非常苦 人家都不谅解的时候 你从佛法中 自我得 怎么谅解 从佛法中 自我得解脱 没有人相信你的时候 没关系 你相信佛法 没有人理解的时候 没关系 我理解佛法 我永远不孤单 为什么 因为我有佛法就办 所有的佛菩萨 没有离开过 那么这个时候 你非常的自信 那你要学果 要常常 在孤独的时候 在无奈的时候 在痛苦的时候 在生病的时候 其实在灵命中的时候 你都在什么 意念佛法身 你想的都是佛法 痛苦的时候 想 佛说苦 苦定 此事苦 逼迫性 此事苦 我已知 此事苦 无当知 苦是什么 苦是苦受 佛说受想情是无我 佛说 生苦的时候 要心不苦 好 你想的 当你正在受苦的时候 你想的都是佛教你 怎么在苦中休息 我告诉你 你能够这样 你就渐渐建立正见 当你在起烦恼的时候 别人起烦恼 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一看见别人的烦恼 你就知道 这个叫做烦恼效 那么我们有烦恼 应该要怎么出烦恼 那自己起烦恼的时候 马上看见 你不 别人起烦恼的时候 你不会随着别人的烦恼 而烦恼 自己起烦恼的时候 马上能够知道自己在起烦恼 马上能够觉察烦恼 进而控制烦恼 调伏烦恼 之后决定能够断除烦恼 超越烦恼 这个是佛法的修行测体 当你在起烦恼的时候 你能够看见这个法 当你在受苦的时候 你能够看见这个法 当你被冤枉 被误会 被毁谤的时候 你能够看见法 我告诉你 你也一定会像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要训练的 真的 二六十钟极乐世界 二六十钟念佛念法念生 风吹来 鸟的声音 花的声音 树的声音 都是在讲平常苦空无我 都是在告诉你 念佛念法念生 我告诉你 你真会休息 不用到极乐世界 在娑婆世界 你就二六十钟念佛念法念生 风生 水生 诡谤生 赞叹生 都是什么生 都是念佛念法念生的声音 都是让你绝造的声音 要常常这样学 你一定是正见正上 你自己就会发现到 我有烦恼 但烦恼的时间不多 烦恼的次数不多 烦恼的程度不重 烦恼的时间 会越来越短 烦恼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烦恼的程度会越来越轻 你会看见这个事实 这个时候你会越修越有信心 真的 越修越自在 不管 不管你有病没病 有钱没钱 有人没人 我告诉你 你从来不会孤独 真的 虽然独来独往 但实际上 你跟着诸佛菩萨来 又跟着诸佛菩萨走 真的 你慢慢会去体会 好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这个时候 他说善哉菩萨 何远来持 我们刚才讲 这个波罗门尼 不是一佛二佛 从师子奋训 俱足万能如来 到绝华定制在往如来 中间经过很长的时间 其实我们也这样 真的 大家要有信心 这个时候 佛罗门尼就问这个鬼王 这里是哪里 无独就回答他 这个鬼王就回答他 这是大铁围山西面 第一重海 那么这里讲到 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 这个佛法中的世间失色 那么这个应该是印度原有的 原有的说法 那么佛法也有所谓的 创世纪 类似像这种经 就启示经 那么 《巨责论》里面也有 阿比坛品 历世阿比坛里面 这个是世间到底怎么来的 通常 以我们这个世界为主 虚弥山 虚弥山 为主中间有七山八海 一海 然后又有一个山 这里又有山 又有山 海 这个是海 那海之外又有一个山 又有山 又有一个海 那这样 虚弥山之外就七山八海 最后 最后第八海叫做咸水海 咸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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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都有山 所以叫做铁围山 这些山是铁座的 那 铁围山 那这个是 这个山是纯铁座的 咸水海 这个是第八重海 就七山 虚弥山 加进去就八重山 虚弥山不算 就七山八海 那咸水海 所以外城是咸水海 第八城 第八城海 外面 它有山围 它有山围 又有山围起 那么这个西面 假设这边是东面 这边东面 这边西面 东西南北 假设这样 那么 它 它这个山 纯铁所做 然后又围着这个海 所以西面 所以叫做铁围山 大铁围山 那第一基本上在这里 那这个 所以这个是铁座的 铁围山 那围着这个山 纯铁所做 那周围都是这样 所以叫做铁围山 这个是 这个是应该是印度当时对世界的一个看法 然后来 佛法中就采用 因为佛法中有很多世间制色 是依着印度原来的说法 好 那所以他说 这个是大铁围山 西面 第一重行 那 如果从西面来讲 第一重行 西面 然后再过去 那么 总共 有八重行 那么第一基本上是在这里 在铁围山这里 那么圣灵应约 我闻铁围之念 铁围之念 地狱在中 是四十分 地狱到底在哪里 那么基本上 如果从业力状态上 那么这个是感召的 他不确定这样 人间就有地狱 你看那个 你有看过那个小鸡 然后有人家 在养母鸡的 那养母鸡的 养母鸡的这个 他小鸡孵出来之后 他会剪 子母的话就流起来 宫的话就怎么样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到哪里 到机器那里 就绞绞成粉 你看那个就是地狱 进去那个机器里面 就绞绞绞绞 你如果看那个影片 还有杀猪的也是一样 你现在都用机器的 然后就一条一条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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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一条猪进去 就这样那样吃 那你看那个 在杀那个海豹 有没有 那国外那杀海豹 那棍子这样一打死 然后就剥皮剥剥皮 杀那个兔也是一样 活剥的杀 取那个皮 取那个皮毛都是活剥 活剥的 那个其实 从某一个程度来讲 地狱受苦 其实就是这样 它感召的其实就是这样 那 比如说那个蚂蚁洞里面 我们用那个热水 把它烫进去 它就在挥合地狱里面 那地狱到底在哪里 它其实就是你会 你的月曳会显现 会让你受这些苦 那它可能以人的形式 以动物的形式 那么在那个地方受苦 那那个时候 比如说那些小鸡 那么这个母鸡就 生蛋的母鸡在另外一边 就流起来 公共就没有用了 就进去机器里面脚 这个时候 每一只鸡就好像进入 在脚的时候 铁狗铁牛 有没有 基本上 类似像这样 但是 它那个时候 所限的境界 就类似像在地狱的境界 那 你说地狱到底在哪里 其实它是业力感召的 好 我们就从底下看 它说 这个 无赌回答它 实有地狱 实在是有地狱 那么圣女问冤 我今云和得到欲守 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去到地狱呢 那 基本上虽然是感召 但是它就是有那个 有那个像 有那个 其实一切都是 就算我们这个世间 也是业力显现 这是业报像 还是有 天堂跟地狱 确实是有 那么 我再怎么样 才能够到地狱里面去 到欲守 就到地狱里面去 无独答约 若非微神 即需业力 那么非此二世 终不能到 好 到地狱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一业去 一种就是趁愿去 你有威得力 才有办法 那么 好 那这个鬼王 这个鬼王 他也不是怨力 也不是业力 他为什么在地狱 所以大比佛上讨论到说 那一些鬼族 比如说 油锅 那么要有一些鬼王 把这个罪人 丢到油锅里面 那个鬼族 他也遇足 他也不是 他也不用受地狱的意愿 但是他又没有那个威得力 他为什么在地狱 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像那些铁牛铁狗 他为什么在地狱 就好像极乐世界的 极乐世界的鸟 为什么会有畜生到 极乐世界 为什么会有畜生到 为什么会有 鹦鹉孔雀 这些 其实这些都是 业力的显现 都是业力的显现 那 像如果我们 以地藏心来讲 那个五毒 可能就是 这种菩萨 事件 如果一般来说 就是这样讲 那 业力会到地狱去 那 威得力怎么到地狱去 清典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 提伯达都有一个土地 提伯的室友里面 有一个叫做 渠家里 上次好像也跟大家讲过 渠家里 那他因为毁谤舍利佛 说舍利佛修不敬恨 那么他一直毁谤 这个渠家里的样子 渠家里 他一直毁谤舍利佛 后来佛陀就亲自跟他讲 你不要再毁谤舍利佛 这样对你很不好 他还是一直毁谤 他跟世君说 我不是真的要毁谤他 但是他舍利佛这个人 真的是 很不好 真的是没有 没有佛你说的那么亲近 佛也劝不了他 后来佛就走 后来他说 因为他 他已经要造地狱 还没造地狱 佛去阻止他 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做 因为继续做他的地狱会成熟 但是他不听 所以他后来 我就跟他讲 这个渠家里七天会不会下地狱 那后来没多久 渠家里真的是下到地狱去 佛说会下地狱就真的会下地狱 那后来下了地狱之后 穆建连跟哲利佛知道 穆建连跟哲利佛知道 曲家里下地狱 因为他都是毁谤他的 所以穆建连就想去地狱去度化他 穆建连要有神通 所以穆建连真的到地狱去看 曲家里 地狱有很多 他到底到哪一个地狱去 那么经典说他是做到大莲花地狱 铁莲花的地狱 大莲花地狱 摩荷波唐姆地狱 就是大莲花地狱 那么 到大莲花地狱他就看见曲家里 这个曲家里看见 你看人的习惯性就是这样 那照理讲他那个地狱不是木剑地狱 不然就会一直受苦 还有时间 那但是他在地狱里面 然后 穆建连就去到这边 希望他能够参悔 参悔 能够让他早一点离开地狱 然后他去看穆建连 那就很生气 他说我已经被你害到多地狱了 你还有来害 那就跟神奇一直骂他 穆建连就赶快走 为什么 他已经造地狱 还在继续造地狱 我不能让他剪短 还会让他延长 走了走了快走 你看 那个人的习惯性 即使已经到地狱了 他还不会叉 还不会叉 那穆建连有威得利 那可以去地狱 也可以去天上 也可以去天上 那通常来讲 神通力的话 神通力的话要看你的神通 神通也有生前 他不一定有的人 比如说宿命通可以知道 一试二试三试 那 到天上的能力也有差 可以到哪一千 是不一定的 那能不能到地狱 如果要到地狱的话 可能神通力要更强一点 到地狱比到天上还难 可能 可能比较难 可能比较不容易 所以他说 那么要有威神 就是要有很大的 威得神通力 才有办法 要不然就是你造这个业 你不用威得力 你自然就堕到地狱去 那么非此恶事 终不能到 确实也是这样 那这个婆罗门女 又问 那么这个水 为什么 是滚烫的 永费就是滚烫的 热水 像有一个地狱 叫做灰河地狱 八寒八热那个热 也是一样 如多诛罪人 即以恶寿 那些恶寿其实都是视线的 你说 你说地狱里面那些刀山油锅 那是谁造的 这么残忍造那种地狱 不是人造的 业力自然 你说天上那些天空 是谁去建造的 没有自然而然 业力显现自然而然 就有那种天空 你一出生 你的福报多大 你的宫殿就多大 真的 你在这个世间说福报 如果你决定要升天 你天上的宫殿已经盖好等你了 那如果你本来你本来你本来这个夜是三层的天空 里面是金的 现在因为你在灵命中前又造了一个很大的善业 变成五层的天空 紫金的 那就会升级 真的会 那如果你在灵命中之前 你缺德 神福啦 那个业力会下降 不是很大的缺德 就是你那个善业 或是你后悔 那那个天空会被五层变成三层 三层变成一层 也会这样 他会临时改变 因为因为随着你 因为到你灵命中才决定 你灵命中要升之前才完全决定 那这之前都是变化不定的 但是 当你的善业开始有一个力量的时候 天上的宫殿就形成 天上的宫殿就形成 其实是这样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定义也是这样 定义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都有定义的种子 其实都有六道的种子 有定义的种子 也有升天的种子 最主要是我们也有成佛的种子 那么有人文的种子 其实是这样 那从佛法里面来讲 你有政见的话 你就是在决定 就是 就是在决定 可以 可以 就是 就是 成佛这一边的 解脱这一边 那一般的人 还没有政见的话 就不一定 那么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这个水为什么会这么滚烫 那么有这么多罪人 以及 伤害罪人的这些野兽 那无读回答 你看 这是 盐浮体 盐浮体是指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南盐浮体 那通常印度是这么说的 有四大洲 人 做人的话 这个大千世界 我们 我们这个大千世界里面 像这个铁须弥山有三种 大千中千小千 他都有须弥山 大千 中千 小千 然后一般来讲 一个大千 一个 一个小千世界 一个中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 加起来就大概十亿个世界 大概是一个银河系 一个大千世界 我们虽然算起来大概一个银河系 一个世界是一个太阳系 一个世界是一个太阳系 一个太阳 是一个 一个太阳系是一个世界 太阳系之间 那么 我们现在知道 大概只有地球 有人 但是 有人 跟你有众生不一样 天人也是众生啊 丁也是众生 但是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世界里面 这一个世界里面 他通常分 就是人 人里面 分四大洲 东 西 南 北 东圣神洲 西牛鹤洲 南 南沿浮体 北巨鹤洲 那这三个世界都有修行的 这个北巨鹤洲是人间净土 北巨鹤洲是人间净土 他其实人间净土 但是他那里没有佛法 西牛鹤洲 牛鹤洲 那么沿浮体 沿浮体 或是巨鹤洲 南沿浮体 就北 这个北巨鹤洲 不是 或是 沾浮洲 沾浮洲 或是沿浮体 有时候叫沾浮洲 沿浮体 东圣神洲 这个都是人 但是寿命不一样 长相也不一样 寿命也不一样 这里没有佛法 这三个地方都有佛法 那我们在南沿浮体 这个是佛法里面说的 这个应该也是印度的 印度的这个 传说习惯的传说 对世界的传说 那因为这里没有佛 但是这里人间净土 这里的人如果活1000岁 不知道几岁 两个不一样 200 100 那这个1000岁 他就活到1000岁 才会死 他会不会活到999岁 那南沿浮体这其他人就不一样 假设南沿浮体的人是100岁 多数活不到100岁 多数活不到100岁 少数会超过100岁 三个周都一样就是 活到逐岁的人很少 因为缺德损服会减受 一个缺德 第二个损服 他会减受 他会减受 那么多数但是北俊如洲的人不会 他会活到逐岁 那其他的周 有人超过的 但不多 多数的人超过的人 可能不到1% 但是不够的人可能有90% 那活到逐岁的也不多 那但是这三周有佛法 这三周有佛法 所以 所以尾头菩萨叫做三周感应 因为只有在这三周 他会去护持这些修行的人 那这周就没有 那通常是这样 那我们在南沿浮体 好 那这个是佛法里面说的这个世界的失色 那沿浮体造恶众生 心死之者 就是 第一个他造恶业 一定造恶业才会堕地域 那造恶业有两种 一种就是 邪见 邪见也会堕地域 就是你虽然造善业 但是你邪见 那个也会堕地域 邪见 虽然你没有杀到遗忘 但是你邪见 依然会堕地域 那第二个就是 你造杀到遗忘 那么地域里面有很多 比较苦的地域 像无间地域 八寒八乐 这个基本上都是五逆死恶的 才不会堕进去 还有就是邪见 他说 造恶的众生 心死 刚刚死的 刚刚死的 经四十九日 无人济世 为作公德 就把苦难 好 那这个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他说 当时的人四十九日 没有子孙为他做公的 那这个我们刚才说过 就是人死是随他自己的业的 有没有人跟他做公的 其实 要看他自己 的业力 如果他自己的业力已经决定了 有没有人跟他做公的 差别不大 差别不大 如果他自己的业力不定 那么有没有人跟他做公的 那就有差别 他基本上是这样 他说 新死之者 造恶众生 第一个是造恶众生 一定是造恶的 然后死了 刚刚死 四十九天 无人 他说无人 祭司就是没有子孙啊 那不一定子孙啊 有些是朋友 没有人 为作公的 那我们先讲 这个四十九天 这种概念 从佛法来讲 人不一定有中阴身 就是人死了之后 通常是这样 人死了之后 死的第一地 死的这个 我们的存在基本上 一个众生的存在叫做有 那么 通常是这样 刚出生的时候 然后到死的时候 那么死之后 又出生 那么 刚出生的时候叫生有 那么 生到死之间 从你出生到你死亡 这个叫做本有 那这个叫做死有 那么死之后 死之后的第2个刹那 第2个这个第1刹那死有 之后第2个刹那 他就进入 第1刹那 死有 死当下还是 还是的 但是第2个刹那 他就进入 另外一生 就受另外一个生 受生 那这个比如说你是人 你是人 人死了之后 你可能生天 可能做人 可能做鬼 可能又畜生 可能做地狱 可能做阿修罗 不一定 好 那么 当你死 多数 多数 都是进入 另外下一生受生 一夜受生 都是一你的夜 马上受生的 马上进入一个夜报生 但是有少数的人 他散热也不定 少数的人散热也不定 所以他的夜还不决定 夜不决定就会进入一种 他进入一种中阴身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 死到身之前 通常 通常 死之后就进入身 但是死到身之前 如果他的夜不决定的话 就是他的散热也不决定的话 那就会进入一种中有状态 中间的状态 叫做中阴身 那么中阴身 是一种 异生生 异世所成生 就是 他还是有生 但是这个弦还是有 但是他不是像我们这个夜报生 不是 他是异世生 异生生 那么 进入中有的阶段 他迅速移动 他只有两个地方不能超越 一个是金刚座 一个是子宫 他没有办法超越 所以他大部分迅速移动 但是他也不需要吃 但是中阴身他会闻香 其实他也不吃的 他就是闻香 那么 不是每一个人有中阴身 我们说有中阴身是那个散热也不决定的 如果我看 大部分的佛教徒是没有中阴身 因为他大部分都散热决定 大部分 那其他的人基本上 如果你一生没有造重大的过失的话 通常也都是散热决定 但是有一些人 散热不决定 确实有一些人是散热不决定 那么这个是少数的人 那有信仰的人 有信仰的 没有信仰的人也不一定 但是有信仰的人 信仰比较虔诚 休学比较用功的人 通常不会进入那种散热业不决定的状态 那 就好像你非常的用功 你等分发 你不是第一志愿就第二志愿 没有那一种厚补的状态 没有 那通常这种是散热业不决定 所以他会经历 从第1刹念 第1刹那 进入第2心 他就会受这个身 如果没有他就会进入中阴身 进入中阴身是这样 进入中阴身 他7天就会换一次身 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人 新死 死了第2刹那 进入中阴身 中阴身通常就是7天 7天就会进入在另外一个中阴身 如果这个时候他还没投胎 通常是这样 从第1天 第1个刹那 开始算 第2个刹那之后 就进入中阴身 这个新 第2个刹那 就进入中阴身 进入中阴身 他有可能 第1天他就投胎 有可能第2天投胎 有可能第1天投胎 或第1个小时 第2个小时不一定 要看他的散热业 那么 最多到第7天 他如果还没投胎 3个月还不决定 他这个中阴身就会舍掉 又进入另外一个中阴身 也是一样7天 那最多最多到第7个 他就一定会决定 那很少人到第7个都还没决定的啦 就是说 即使进入第1个中阴身 的人都不多 因为大部分的人 不会3 2月决定 如果说像 我觉得像如果我往生的时候 我也 应该是3 2月已经 差不多差不多 也有一个确定 他也不会进入3个月决定 到底是要去做人呢 还是要去做畜生呢 还是去做鬼呢 好像还在那边不决定 不会 天品上的一方已经决定 那我们大多数的佛教的 基本上 你只要五戒 五戒 你只要五戒 没有大的过失 你都决定会做人 那你如果还有十三 你就可能升天 就是这样嘛 所以五戒十三 他就是 升人天嘛 那大部分的佛教徒 这一点 基本上都做得到 如果你还有八观灾界 那么你可能 他就是行程 你做人或升天的时候 那么你跟佛教的因缘又比较深 其实是这样 那我说你有政见 你常常在听经文法 那又不一样 你会升做人 升到政见之家 升到有福 有德之家 升到那个地方 升到是有佛国土 那不一样 差别在这里而已 那所以 但是你一定会是做人升天 你不会 你不会像三二道 也不会有三二月不决定的情况 还在那边等 等我子孙 来跟我祝念 然后我才可以做的 没有 不需要这样的啦 所以 大部分是这样 但是有少部分 真的确实也有 他就不一定 那所以 他通常会在第七天 第一个中医生 经过七天 七天没有之后 他这个中医生会死掉 会再迅速 迅速变成第二个中医生 那通常是经过七次 七次一定会投胎 当然也有人讨论 那么有没有可能 七次之后还没有投胎的 大比波沙的有讨论 到底有没有 第一个 有没有中医生 第二个 如果有中医生 到底多久 也有人说 有可能一辈子都中医生 那就变成有七道 有一个中医道 那其实没有 对于素德认为 其实有中医生 但是不会超过四十九天 那并不是都会经过四十九天 后来我们都变成 座期都变成 一定要四十九天 没有 多数有中医生的 大概第一个期或第二个期就走 那也不一定要到第七天 不一定 有时候第一天第二天就走 但多数多数 没有中医生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不要把大部分的时间 放在你的时候 做法会 没有 你活着的时候 好好参加法会 那么 这个比较重要 而且你对法 法会是你对法 你来听法 修学佛法 重点是这样 不是跟着唱诵 唱诵完 佛就给你加持 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在这里说到 我们把这个稍微说完 那么他这里说到 说因为四十九天之后 而且他说经四十九之后 而不是四十九之内 那通常是四十九天内 那四十九天内 没有人做功德 就是四十九天之后 就是四十九天中间 都没有人跟他做功德 所以他唯一 就是如果四十九天 有人跟他做功德 有没有可能产生改变 有 有 但不一定会改变 那改变的气因是什么 就是 重点 他造的业 必须他的心有改变 因为有人跟他做功德 他会感应到 那么他会觉得 哎呀 我的子女我的谁 帮我做善事 他会意念这个善 他会念佛 念法 念生 或他会念思念 戒念天 我的钱去帮助谁 我的钱做了什么善事 所以你做善事 你帮他做什么 有时候 你要知道 那或是说 你跟他的因缘特别深 你没有特别讲 他会特别感应到 那么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的心就会念这个善 那么 因为你做这个善 你跟他的因缘特别深 所以他会念这个善 就像 就像那个真子 他不是出外打财吗 他的母亲 有人来了 他不知道什么 他在咬手指头 他会因缘特别深 他就感应到 他就赶快回来 其实是这样 他妈妈也没有讲说 我家里有人 你赶快回来 那咬手指头 他痛 他就跟着他痛 他就知道 哎呦 事情赶快回来 类似 他如果缘特别深 意念特别深的话 你意念他特别深 就表示你跟他的缘特别深 那这个时候 你想什么 做什么 他很容易感应到 那这个时候 你为他做善事 他感应到善的时候 通过他能够念善 那么 他就会改变 那 但是 他说 49天后 就是在49天内 没有人做 那他自己又做不了 但是 即使有人做 不一定会改变 但是 有可能改变 如果他的心受影响 因为 因为是从心照 所以当心 照这个恶业的时候 他能够唱 或是他能够念善的时候 在中阴生的阶段 我们刚才讲 就四个阶段 活着健康的时候 然后 生病的时候 你留灵命中的时候 跟中阴生的时候 越往后面 越不容易改变 但是 越不容易改变 是还有可能改变 其实是这样子 那 他就是 即使在这种 很微小的机率 可以改变的时候 都没有改变 那就是不可能改变 不可能改变 就是什么 就多地域 其实讲的是这个样子 不是在49天之后 还能跟他做 不是 要49天之内 跟他做 他是49天之内 都没有人做 那么 所以 无人即事为主 就是没有子孙 没有朋友 没有亲戚 跟他做功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 有发这个心 因为他自己 是没有力量的 那没有人带动他 他就起不了这个力量 那有人带动他 他就有力量 他有力量 他是因为自己的力量 改变的 但是要有人牵引他 叫小孩子 有人把他牵起来 他起来 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起来 还是靠 他是有人牵他 他会觉得有安全感 有力量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 他中阴生的阶段 他自己三二月不定 但是自己这个时候 可能要快要堕地域了 其实他已经要堕地域了 其实他是二月比较偏重 但是 在49天之内 又没有人 有给他一个提升的力量 让他不堕地域 那这个时候 他生死又没有善音 当具本业 手感地域 自然先肚子 是讲这个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下次再来讲 那这个导师里面 也有稍微提到这个 我们下次再来说 好 那我们合展 愿以此功德 顾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接后成果大 接后 感谢观看